今晚深喉咙 勇多深 花多深 常常排队人潮都是要准备朝圣东京晴空塔 这个全球最高的电视塔 2012年开业之后迅速成为东京观光景点 第一年游客数就冲到554万人次 2013年更达到619万 只是好景不长 去年原本预估有将近600万人次到访 实际上却只有531万 比预估数字还少了1成2 今年数字再下修 连470万都有难度 高塔聚焦三年就失效 专家分析是因为日本晴空塔的观光客结构 和一般摩天大楼差很大 一直以来都是靠它广大的内需市场 因为日本本身本土的国内旅游 人头数很高 新鲜感很容易在几年后会退烧 不光是密约期过后的降温 晴空塔还有内外隐忧 像是因为强风而关闭 一年多达一个月 旅客容易扑空 再者晴空塔没有新耿招客 不少人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 为了挽救下跌的数字 晴空塔从调整观光客结构下手 将目标转向国际客群 同时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喊出全民动员做观光 不再只靠逆需市场 礼平2020年东京奥运 入境外国人可以冲到2500万人次 各色灯光装点首尔塔 这里原本就是观光景点 也是韩国人的约会地 在成为韩剧来自星星的拟拍摄地点之后 外国旅客暴增 的确像这样子的摩天大楼 外国旅客才是重点 台北101的观光客当中 有85%是国际客人 15%是本地客 而在85%当中 有6成是大陆客人 其次是日本 韩国以及欧美人士 如何精准的向他们行销 其实101也有做功课 我们的风竹林球 有开发成人穿偶 叫做damper baby 这不像日本客人 他们觉得这个很小小可爱 他们就很喜欢 针对各国观光客下苦工 台北101也成功加入 世界高塔联盟争取曝光 同时也没有放弃本地客 像是和观光局 攜手做促销活动 无论是儿童免费 买衣送衣等等 多管旗下 并且保持新鲜感 以刀塔带动城市观光 用软实力力拼世界能见度 记者正人中詹佑红 台报导